如果都是問話 那你為什麼授權還能夠過 要多收了你一筆錢 對 要多收了我一筆錢 指著手機裡的訂票收據 陳小姐好生氣 因為原本一家三口 二月底打算去日本開心出遊 7號凌晨2點52分 上網訂了飛往東京的機票後 因為忘記開卡導致交易失敗 先致電銀行確認扣款不成功後 才在3點22分再刷了第二次 但等到17號看到帳單時才發現 當初原本交易失敗的第一次款項 竟然在8分鐘後也被莫名扣款 讓他才驚覺白白多刷了2萬多元 卻不知情 網頁失敗了 我們就把它關掉 因為他也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動作 那中間是被誰給刷走了呢 或是你中間授權是不是有問題呢 第一次刷卡失敗後 陳小姐曾向銀行客服 確認沒有被扣到款 但等到發現遭莫名扣兩次款後 致電客服詢問客服近回 的確是刷了兩次卡 等於和第一次的說法截然不同 還說是當事人的問題 如果不滿可以申訴 甚至要控管他的信用卡 雖然扣款失敗 但發卡銀行解釋 部分航空公司網站由於通常 會暫時保留交易資料 短時間內不會那麼快就撤銷 一旦開卡成功就會自動扣款 民眾下次如果再遇到類似狀況 不妨在刷完卡後 向銀行航空公司再一次確認 最終刷卡情況比較保險 借郭先生 吳丹麗 台報道